紫苏搭配生姜 没想到作用太厉害了 有群老人教我的一招 解决了很多人生活中的大烦恼 尤其是邻居见了呀 也都跟着学起来 在过去物质匮乏的年代 真的很佩服老人们的智慧与结晶 像这个紫苏与生姜呢 都是厨房中必不可少的调味品 在炖热或者是煲汤的过程中呢 加上鸡片能够气味调香 最主要的是像这两者之间 毫不相关的东西搭配在一起 作用却非常的厉害 那接下来看一下小燕是怎样操作的 我们将采回来的纸苏 首先呢我们可以用剪刀 将它的叶片呢给它进行剪下来 剪下来之后呢 我们把它放到这个清水里 进行清洗一下 将上面的灰尘与虫卵呢 就给它清洗干净 洗干净之后呢 咱们再将它控水捞出 然后放一旁备用 像这个紫苏跟生姜洗干净之后呢 咱们取一块生姜 将它切成那个碎片 然后呢再将它切成这样的丁制砖 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生姜呢 它里面含有大量的姜腊素 像这个紫苏的话 我们也可以将它切碎一点 这样子将它切碎之后 然后呢将两者混合在一起 再找个小碗 把它们给装入碗中 把它盛入小碗中呢 咱们就找个擀面杖 将两者之间呢进行捣碎 大概需要捣个两三分钟的样子 将它里面的液体呢 捣得特别碎 大概捣成像这个样子 两者之间的汁水呢 都捣出来了 已经沦为一体了 这样子呢就差不多了 像这个紫苏跟生姜呢 汁水都捣出来了 也都捣烂了 我们呢往里面加入几滴的这个白酒 这样就差不多了 像这个搅拌一下 将三者之间的液体呢 都给搅拌均匀 让它们沦为一体 这样呢就会效果非常好 然后可以闻到非常浓郁的清香味 搅拌好之后呢 我们用一个家里面不用的口罩 将这个另一端呢剪开来 这个绳子呢可以放一旁备用啊 我们都知道口罩呢 它的透气性非常的好 我们呢将它里面的隔层呢 给它进行弄开来 然后呢再将这个生姜 紫苏以及那个白酒的液体呢 跟这个残渣都给倒入到里面去 就这样装到里面 有条件的像我这么多呢 这边都可以做两个哈 然后呢用这个绳子 另一端给它进行捆绑起来 就可以了 像这样子 这个简易的生姜紫苏包呢 它就给做好了 这也是村里九旬老人教我的做法 像现在呢 它依然使用着这个做法哈 它呢因为年轻的时候呢 经常工作在阴凉潮湿的环境下 像现在少了年纪呢 就会经常出现呢 腿部腰部或者是手上的一些麻麻木木 或者疼疼痛痛的烦恼 它就会用这个紫苏生姜包呢 把它敷在手上或者疼疼痛痛的部位 能够起到非常好的价值 对于这样的做法 朋友们又有什么样的见解 不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互动 好了 本期的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看更多农村食用小妙招的 也可以关注小小烟 那咱们就下期 不见不散